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随即发文道贺 触怒了中国政府并在今天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对方解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讽刺小马可思 应该多读书才对台海问题做出正确评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已于第一时间向非方提出强烈抗议 今天上午农容部长助理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非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我们建议马克思总统多读读书 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宁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菲律宾不要玩火 恪守一中原则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更别对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讯息 根据报道小马可思昨天在社交媒体X发文 祝贺赖清德胜选 并期待非台双方在未来强化合作关系 无论如何菲律宾外交部隔天就为这番言论灭火 强调小马可思只是赞扬台湾成功举行选举 菲律宾依然坚守一中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